先讲第一部分单个商品刊登步骤 首先登录卖家中心点击我的商品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点击新增商品 我们可以看得到我的商品页面是有两种模式的 平铺展示模式和缩略展示模式 两种模式随卖家自行切换 自己看着舒服就好 点击新增商品之后进入商品刊登页面填写商品名称 商品名称的规范格是为品牌加类目词加大词加品牌属性词加常委词加修士词 品牌词没有可不写 接下来是选择商品的归属类目 有三级类目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三级类目需要填满 接下来按下一步即可 接下来填写带新号的B填框 如商品描述品牌及材质等 杂牌或无品牌产品尽量选择no brand的选项 接下来填写销售资料 设置价格数量 规格批发等 接下来是填写媒体管理需上传图片和尺码图表 图片的规格要求为图片的文件格式有三种 图片建议尺寸为800×800 每张尺寸不超过两兆 最好上传九张图片 图片主图建议用最好看的最具有场景的最能抓住眼球的图片 比如说多场景拼图 九张图的整体图片风格要一致 单个尺码图也要有 视频也可以加 接下来是填写重量包裹尺寸大小和运费 重量建议接近实际称重 尺寸大小接近实际大小 运费不要设置包裹 接下来填写其他选项 点击储存并上架 那么一个产品的一个listing就上传完毕